大马路上除了有车在跑 马车也来奔驰 依然有民众看到路上呢 有一位骑着电动车的男子 手里还牵着两匹迷你马 这样的组合看起来好像是卡通里的南瓜马车 这主人刘先生说 五个月前他用四对鹦鹉跟朋友换来两匹迷你马 而现在呢彼此感情就好像家人一样 他不但帮他们取了名字 而且每天到他们到户外来走一走 到处啪啪噪 开车在大马路上突然一辆马车跑了出来 仔细一看一名骑着电动车的男子 手里牵着两匹迷你马 看起来就像卡通里的南瓜马车 有趣的画面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觉得很稀奇 马主人刘先生半年前用四对鹦鹉和朋友换来这两匹迷你马 白的叫小练 松色的叫阿湘 马儿干净又通灵性 很快就掳获刘先生的心 当做家人一样 不只帮他们取名字 现在只要天气一放晴 就会带着小练和阿湘到东山河运动吃草 实施爱的教育不打不骂 刘先生对小练和阿湘超有信心 拍胸补保证绝对不会失控暴冲 刘先生说自己不良于行 但梦想着有一天能自由自在的走在马路上 现在看到小朋友和自己的两匹宝贝马完成一片 在草原上奔跑 也算是圆了自己的梦 中间新闻林医生林秉申 宜兰采访报导 节目